好了好了不要吵了 你让火力啊 我老婆 我必须拿刀子了 没有人可以做掉了 我必须看着他 我必须看着他 拿刀子了 他为什么拿刀出来的 谁知道 他看着小龙又看着 他怎么必要 再回去再回去 我都说什么了 你们跟我这么凶 什么 我带喊人 都弄出来 你看谁看谁要 你管他什么 我看你 我看你 你这谁不看 你能过去 你干什么事 我放你 谁打谁你 我救打你 都不打你 站远了你 我救打你 我救打你 你个垃圾人 你个垃圾人 你这谁打谁 知道了 小孩不懂事 我干什么 我干什么 借谁打谁 都笑了你 你再买你 你再买你 我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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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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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欠家教 啊 啊 我就是了 我就是他的社会 他就是垃圾人 他就是垃圾人啊 你说对呀 我要死 我他妈回去就撞下去 我活着有什么意思 我他妈活着 我他妈活着有什么意思 我他妈活着有什么意思 我 我 你们不要再自己招了 他一往背着怎么办 你 不要自己招了 那你干什么 就自己招了 已经要 拿个刀子出来 打你拉背啊 你说你 你 说什么 我 你 去吃啊 他 我打得你 你拿到我来的家 他们就对我面 我叫你一个平衡 他有什么 我 我 要回家 我要自家 必須自家 先回家 我幹嘛去救我 你都是啊 我被卡卡關 怎麼拍的逼得到啊 怎麼拍的 這個十歲年輕人思路清晰 大人不斷叫他走 他都沒有忘記自己的電動平衡車 他就為了這輛車 故意回家拿一把菜刀 說要斬醫護 有內地網民說 他之前騎著這輛平衡車 去排隊做核酸檢測 影響秩序不僅 就連做檢測的時候 都要站在車上很難做 醫護就說下次不可以這樣 結果他下次都是這樣 醫護一於就不讓他做檢測 結果他就衝回家 拿菜刀下來說要斬人 段片這兩天在網絡封存 網民除了說不可以縱容這個小孩 也說家長縱壞了他 只是可以站在一邊 對小孩一點辦法都沒有 上海警方就說事件中沒有人受傷 已經約了個小孩的家長聊天 要求他們加強監護 大家又怎樣看這件事 歡迎留言討論 記得CLS 可以的話做自己有 支持我們 下條片再見 請見到